-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XY 跟你看電影讓你看電影更有跟我是XXY的新長 - 阿喲,-是 看到我們的組合就知道說我們的平電影的組合又回來啦我們這次真的要來平電影了好久沒有平電影 我們這次要來平的電影是真山國無雀相信上個禮拜大家應該有看到我跟另外三位歷史專家們有做了一場直播給你看電影這樣子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我們直播的存檔反正我們就是邊看邊聊 评论了这部片这样子 对我们也做了一些 就是历史背景的补充这样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反正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来认真的来讨论一下 这部片里面 到底有哪些有趣的地方这样子 好啦反正真三国无双这部片呢 它算是中国跟香港合拍的一部 改编至日本同名电玩的一个作品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它的前提啦 你必须要先知道说 它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照着 三国时代的史实来拍的一个古装电影 它其实有点像是电玩改编 然后加上说它是有点奇幻成分 在里面的一个神话故事 算是啦 对那当然呢 它的故事其实就是涉及到的是 三国演义之中 蛮快智人口的几个小故事 包括黄金贼之乱啊 曹操县刀 然后讨伐董卓之战 甚至是温九斩化雄啊 火牢官之战啊 三英战吕布啊 朱九润英雄等等这样子 时间区间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是从 这个东汉末年的黄金贼之乱 到最后面 这个讨伐董卓之战之后呢 的一段时间 所以它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到 三国鼎立的时代 所谓的三国鼎立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三个 就位属五三个国家成立这样子 所以还没有到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 它拍的一个 呃这个这个 这个很明显 它就是要开一个 起头序章啊 很明显 它在后最后面 也是留了一个伏笔啊 很明显呢 它也是想要在这个IP上面 做更多的后续的发展这样子 所以可以看出来 它的野心在哪啊 但是呢 这部片在上架 Netflix之后呢 应该是说 它其实在台湾有先上映这样子 然后结果隔了一个礼拜之后 三级警戒这样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非常的这个 非常刚好 就非常的可惜 就是说没有太多人在电影院看 也没有很多人就是 呃讨论 但是在网路上其实已经 在那个时间点 已经有还蛮多人讨论 这样子 我先看过了一些人的 言论评论这样子 所以我已经有一些心理准备了 然后结果 呃刚好 它在这个三级警戒期间呢 就上了Netflix 然后结果呢 呃意外的 就是很多人都在讨论这部片 而且呢 呃 这部片在上架的 那一个礼拜 我觉得 好像 就是几乎都在Netflix的前十名 我觉得它有在前十名 对 而且一度冲到第一名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有趣啊 就是说 诶明明就 就诶 这个第一名不一定是好看啊 或是绝对 呃这个大推的片 然后反而就是 我觉得它是一种 呃现象级的讨论 就是激起很多人在 讨论它 然后结果反而 更多人会更有兴趣 去看它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现象这样 总之啊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就我觉得真三国武床这部片 它被拍出来 呃不管是在线上或线下的讨论啊 呃我觉得它都是很有话题性的 对 所以呃我觉得就这部片的这个先天条件之下 因为你看三国嘛 我觉得华人啊 对于三国这个时代的故事啊 呃这个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啊 不只是游戏 不只是电影 不只是戏剧啊 甚至是一些小说漫画啊 呃这种改编的东西超级超级多 所以我相信呃很多人对于这个三国时代自己本身就有一个既定印象在 所以当然呃这个呃游戏改编的电影 他要上架的时候 或是他上映的时候呢 呃一定很多人都来关注他 哦这个是我觉得他先天条件的一个优势这样 那至于这部片它被拍出来之后呢 是怎么样的感觉 哦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好好地聊了 对 好那我们先问一下Jerico好了 就是你这部片看完之后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初步的想法 然后五分五颗性会满分的话 你会给到几颗心这样 好一开始就喝打 真三国武床改编嘛 是 那所以我对他不会有太多 就是一定要跟所谓的三国字三国演义 一定要相同的情况 就是你要把他搞得非常浮夸啊 要把他把他搞得非常不像三国字的东西 我都觉得没差 反正你就不是那个东西 你就只是借用那个皮嘛 对 比如说你就是借用那里面的角色 然后来做成一个算是神话故事 所以我在就不会对于很多人 有很多人说啊 可能里面的情节怎么样啊 角色怎么样 我自己不会太在意 但是我看了之后我会觉得 整体来说 我能有某一些网路上批评的点 我是可以接受 嗯 但某一些我会觉得就是 因为他是 他本身就是游戏改编电影 而且是日本制造游戏改编电影 所以你去针对他里面的一些设定说 他不像三国演义啊 不像三国字之间 我觉得这点就不太一样 就这点本身他就不是走那个风格 所以在剧情方面 有没有符合真实的史实 这部分我自己就是不会太care 但是我觉得会比较注重的在于 那你有没有把游戏的整个体验感拍出来 你有没有把游戏里面最精华的 大家对于这种无双类游戏 最精华的既定意向拍出来 我就觉得很明显的是没有嘛 就是我整体看下来就是 应该大家都知道 他第一幕其实就蛮算蛮重大的一个场景 对黄金贼之乱 黄金贼之乱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这一部真的有要认真搞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看起来就是很浮夸 但是至少他看起来要搞爽的东西 然后在第一幕我也觉得OK 我觉得你有 就是有一点东西出来 我会想要期待后面的发展 OK 但在第一幕演完之后我觉得 好像没有大家说那么糟嘛 就至少有爽的有特效 然后有一些很浮夸的东西他都有 是 所以然后我就看下去了 可是这个东西会变成视觉疲乏 因为你会发现 他前面用的东西跟他最后面用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 就他所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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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无双里面的那种招式啊等等 其实大部分都是用同一个东西在做 是 你可以看他开头用过的技能到后面他还是会用 然后也没有让你觉得好像渐入佳境的感觉 反而让你觉得第一幕你觉得很惊艳 到后面你觉得好像怎么每一次都是差不多的招式 你就会觉得说 就是这个角色就只会这一招 然后这招甚至没有很华丽 就你在一开始如果只用这样的招式的话 你可能想说他可能一开始还在铺陈 那后面他可能就会来开大招的感觉 可到后面他就是 大招也没有开 一开始呢就是他的大招 你疲乏了啦 对 一开始我会想说 好像真的要做一点什么 可是到后面就是 好像就是他没有真正的去深掘里面的东西 他反而就是很表面的三国 武装最基本的 可能那种把人打到天上啊 那种最常见的刻板印象 他有做出来 但是细节里面一个角色的大招 你要做很多特效 反而我会觉得那后面 就没有这么多 跟武装类有关的 后面比较反而 他想要走比较震惊的感觉 我会觉得好啊 你想要走震惊 但是你还是要兼顾到 毕竟你是拍真三国武装 你不是拍三国演艺 你今天还是要把 你今天主要客群 就还是玩游戏的这群玩家 那这群玩家可能没有那么care 你所谓的故事到底好不好 但是你至少要 让玩家感觉到 这个东西是 跟我在游戏里面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但我觉得后面他就没有做到这点 所以我会觉得这部电影在 故事上面就比较普通 然后在爽度上面 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很爽的娱乐大片 所以你觉得也没有爽到 我觉得我最气的一点就是我没有爽到 真假的 就是好莱坞大片 大家会说很烂 就是好莱坞大片就是烂 然后就虽然很爽 但是就烂 可是这有些片是在会让你爽到 就你在看的时候 对你再看的时候你会觉得 哦一直在炸啊 哦好好 就是你在看的当下 你不会对他有很多怨言 你就会想说好爽好爽 然后看完就觉得我没有感觉 就是这样而已 可是这部电影就是我在看的时候 我一直在等待那个爽点出来 有有我懂 可是那个高潮点最后就没有 然后就就收掉了 OK 然后我就觉得 干 就是我等那么久 我做两个钟头 然后你给我看这个 所以你有觉得你浪费了 这两个小时 我觉得浪费这种东西不能这样讲 就是毕竟是我决定要去看 我不会觉得浪费 但我会觉得很失望 就是这部作品竟然 只有做到这样而已 我懂你已经给他机会了 我就觉得说 大家虽然都骂你很烂 然后大家都说你 而且大家很多人批评你说 你很瞎什么 我不行我还是要看一下 我相信就是应该还是有什么不错的点 我确实还有我们后面可以谈 但是整体来说 我会觉得 他比较偏让人失望 然后如果你今天要寻求一个 娱乐度爽感的话 然后我就因为我往后上有希望说 就是他还是有他的中恶度在 可是我觉得 其实没有 他没有他没有所谓的中恶 中恶魂在里面 我会觉得很多人说 就是中恶魂只要就像这样子 爽一下帅气就好 可是我觉得这部作品很多地方 都没有做到那一点 我看得出来他的野心 然后我也看得出来 他其实有想要做的不只是爽度 他想要兼顾一点角色的刻画 我觉得他都看得出来 他都有要在做 可是我觉得 就中期我看到最后一眼 会觉得就是缺乏 一个娱乐大片缺乏娱乐度 我觉得你再拿其他东西来补 都补不着 因为那就是你要的目标嘛 所以整体来说 五颗星的话 我大概给两颗 两颗 对 好 这个是目前为止 就是我们跟你拼电影 看 听到最低最低的一个星星说 两颗对啊 两颗 好 以上就是Jerico的部分 嗯 那我自己的部分呢 哦 应该是说啦 就是我觉得这部片 我看完之后 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讲 但是 我不知道从何讲起 他就有很多东西可以拿来细讲 对 很多东西都可以讲 对 就是你要吐槽什么 东西 超多 对 好 我们不要讲吐槽 就是你 就是 当然里面也是会有一些 我觉得 诶 其实还不错 对 还不错 一些小细节 但是真的 就是 不知道从何讲起 所以 我觉得啦 我总 总 总结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 我觉得这部片 就是没重点 诶 真的 他真的是没有剧情 就 他有剧情 可是很跳 他有剧情 对 但是跳 然后 或是他有 他的卖点 但是 好像 就是 说不出 这个 就是 哪一个是最大的卖点 或是哪一个是最大的特色 这样子 就是有点 拼盘的概念 对 好拼盘 但是你知道 拼盘你总不可能 就是 诶 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 然后一起吃 那就变喷了嘛 那就是自助商那种很烂的拼盘 就是 就是每个都算一点 然后可以每个都做很烂 我不觉得有到那么糟啦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 这部片很致命的一个地方 就是 他真的没重点 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想要表达的是 你想要 立场 对 所以你的立场在哪里 就是说 你想要改编游戏 我看得出来你想要有这个野心 但是这个就像Jerico讲的嘛 就是说你游戏改编的东西 好像也没有 让人感受到 就是你在打游戏的那个爽感嘛 对 然后 但是如果你要 这个还原历史这部分的话 有你也有做 但是你还原历史的那个部分啊 跟这个游戏 就是段落感超级大 就是说你一下要讲这个认真 一下又要这个 长这种比较无脑爽感的地方 那一下又跳回去这样子 跳来跳去的过程之中 我觉得你就是两头空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很可惜的地方是说 呃 这部片它有它的娱乐在 然后我也知道说 它砸了很多钱 然后技术什么的 我我相信都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缺乏一个电影的核心价值 或是一个灵魂啊 一个中心思想的话 我觉得这部片真的就是让人看的很免洗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惜 就是说如果你已经砸那么多钱 很用心在做这件事情 我也看得出来就是 它很有野心要去发展这个IP 但是 让人家觉得说 你很像是一个免洗块 这样用完即丢的话 我觉得这部片 它没办法造成一些影响 我觉得很可惜 对 而且你看它里面的 你看卡斯其实不错哦 卡斯其实真的很大 卡斯真的很好哦 对 它召集的是这种中档台 寒根吗 这等一下我们来讲 对就是其实演员什么的 我觉得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哦对 但是就是整个电影拍下来 我很好奇就是说 这部片它到底服务的群众到底是谁 客群到底是什么 对 这是游戏迷吗 三国迷吗 历史迷吗 还是一般的所谓的娱乐大众 一般观众吗 这个就很难讲啊 所以我抓不到一个重点 这件事情是我一直 这个这个 我一直很难去下笔写影评 那个很大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所以就是我影评也拖了很久 我一直真的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这样子 所以就没有重点让我觉得很飘飘然这样 所以 五颗新为满分的话 呃我上 我上一次直播也有讲 就是我会给一颗新 嗯 对 一颗新 我原本想要给到两颗 对 但是 老实讲啊 就是说我自己先看了一遍嘛 然后我又在直播看了一遍 然后我为了要讲这个 这个平电影 我又再看了一遍 所以我总会看三遍 你知道就是我从两颗哦 扣扣扣扣扣到现在 我就觉得只剩一颗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你每看一次 你就抓到越来越多的破绽 或是漏洞在哪 你会想说 为什么会这样 对 对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就是 哎 我开始要称赞你了 然后结果你就又回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很想要称赞他某些地方 但是 就是整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这样子 就是整体表现没有说 到很出色这样子 所以就是一颗 那我我留这一颗呢 呃 我留这一颗心很大的用意呢 就是说 呃 因为他毕竟有伏笔嘛 对 所以他 如果他要出第二集的话 呃 我举双手赞成 那我但是呢 我还蛮大一个部分是 我想要看 他到底以后会生出什么 让人啼笑皆非的东西 这样 哎 我其实会想看出他出续集 对 如果他真的拍成的话 而且我觉得 如果续集超好看的话 那我觉得 哎 那我也很 替他高兴 对 我觉得至少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说他烂 虽然我自己没有很 我自己觉得他蛮糟糕的 可是 嗯 毕竟增上个无双的东西 然后像演员 其实他的 他其实是可以做成一个 非常优秀的作品 就他的题材 跟他想要做的事情 对 因为他其实有人物刻画 然后 现在我们刚刚讲很多 他是对于游戏的还原度不够 然后爽感不够 这是他最大的问题 如果他今天可以保持 他 大概的人物刻画 就基本上不要太多 大概30%是给人物刻画 后面70% 你认真做娱乐爽度的话 我觉得这不会是一个 非常糟糕的作品 所以他或许不可能是一个精 他不可能成为精进 但是我觉得他至少会是一部 会卖的娱乐大作 嗯 但我觉得这点是他这次比较可惜的 是 好啦 我们先看一下就是 NTV现在上面呢 总共有 这个 1100多人评分 这样子 然后他满分10分的话 他是给到 4.8分 哇 4.8分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就是他的 分布 他大概有20%的分数 就做肉在5分 对5分 所以其实 呃 对4.8嘛 4.8快接近5这样 所以其实就是 呃 不到一半的人喜欢这样子 嗯 对 那当然也是有人给到10分啊 但是占了9.5% 将近一成哦 所以其实也不错 对 但是大部分的区间是做肉在 呃456这样子 对然后我我稍微进去看了一下 就是大家的评论 到底是写哪些东西 国外的哦 国外的哦 哦不外乎其实就是说 游戏感 还不错 但是故事很糟 然后这部电影是给粉丝相来看的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最好笑 他说 他评了三颗星这样子 然后他是写说 Accidentally 啊 Comedy 哈哈哈哈 意外的 喜剧 啊 就是说他已经放弃了这样子 对所以以上呢 这些就是网络上的一些评论 然后跟我们个人的一个 呃初步的一些看法 跟初步的评分这样子 那我们就进入到 有雷的部分啊 嗯 以下呢我们就会针对剧情的部分来做讨论了 所以如果你还没看过的朋友们呢 请你们斟酌了 好 其实也没有什么爆不爆雷啦 因为三国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嘛 对就是那个脉络嘛 对就是那个脉络 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爆雷的地方 里面可以爆雷东西也没太也没多少 对但是我必须说啦 就是如果你是呃抱着想要看赵云 你抱着想要看喷雷射光的孔明的话 呃他还没有到 对对就是这个时间里还没有到嘛 所以那个人物还没有出来 对但是我记得啦 就是大部分的人 应该说大部分喜欢玩三国无双的朋友们 就是反而刘备关羽张飞不太会想要用 比较多是赵云跟吕布啦 对啊 啊吕布这一次 这次有啦 有吕布出来 可是吕布反而他的比重就比较小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部片的剧情其实蛮大的比重都是在铺陈 就是这个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嘛 然后跟曹操 然后再来就是曹操 对所以就是这两大的这个故事线在同时进行 然后到最后面 诶组九润是英雄 然后到这边结束 我觉得OK啦 这是他的剧情剧本上面 其实铺陈算是还是蛮有一点点脉络 只是说他在铺陈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呃就是三不五词会去加一点这个呃 动作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要不然就是有一个刘嘉玲的那个女神 那对 然后进入到一个比较虚幻的一个世界之中 然后去解释说什么无双是什么东西 对我是觉得说就是在编排上面 他是有脉络在 没错 可是他说故事的方式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个是我觉得蛮可惜的一个部分 对 就是说他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的段落感真的太大 然后尤其是中间他又这个突然 好冷不仿家了一个这个貂蝉的部分 就会让我觉得说OK 所以你现在又要开始讲吕布了吗 然后感觉就是你的篇幅就是不够讲 所以把吕布跟貂蝉之间的一个感情 或是这个貂蝉他准备要做这个所谓的美人计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好像就是你在为下一集做铺陈嘛 那可是你在放在这一集硬要去讲 我觉得就有点这个突兀啦 尤其是我觉得最后面 这个原本是三阴战吕布 结果吕布就因为看到了一个 这个叫他回营的狼烟 生狼烟 生狼烟 然后就回去了 这个就 怎么会这样收啊 对啊 我反而觉得说OK 你跟那个貂蝉有心电感应 然后那个貂蝉有危险了 我要回去救貂蝉 然后放下这个 这个战场上的一个激烈的战士 我觉得这个 这个也可以凸显出这个吕布这个人 他其实内心中是有点浪漫的 他是为自己嘛 对 这个还比较好一点 结果你怎么好像变成是一个 董卓的一个走狗这样 虽然 对 就是他会少了一点 他自己的个人意识 对 我觉得 就是这边可以额外提一下 我对于这一次 真三国无双 吕布这个角色 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一个 杀人机器 对啊 然后他没有任何情感 就是他跟貂蝉那段戏 算感觉有啊 你知道这个 你像是一个杀人机器 然后转变成开始有情感人的过程 对对对对 这个过程我觉得 如果他是想要这样铺 我觉得很好 可是 问题在于他没有铺出来 嗯 就他最后面选择是 看到狼眼 然后他选择回去 对啊 就如果改成杀杀 刚刚那个说法 我会觉得这个 吕布这个角色 看起来就是未来会有更多戏 对啊 我就会期待这个角色 因为这个角色在里面 就是板着一张脸 然后杀人 而且我是觉得说 古天乐超可惜的 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对 然后 我觉得一方面 就是这部电影 把他拍老了啦 然后一方面就是 我觉得他 他那个 就是 吕布 那个 千军万马 这样子 就是可以以一挡摆 这样子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设定啊 我觉得他的那个威胁感 没有做得 很好 对 他的霸气 其实一直没有塑造出来 就是 我知道他很威 我知道他很强 大家看到他都很怕 可是为什么很怕 我不懂啊 我觉得他这部作品 有点仰赖 现在观众对于三国的认知 就他觉得说 你都知道吕布很强 然后你也知道 哦 关羽很强 所以我们就不讲 他为什么很强 反正他出来 反正你就觉得他很强就对 嗯 可是就是 有人觉得说 对我是知道 可是在里面看起来 他就很弱啊 角色不立体啦 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太过于 觉得说观众已经对这个东西 已经腻了 或许他觉得观众已经 不需要再知道这些东西 因为感觉说 我在演一遍 吕布很强 你们也早就知道吕布很强 我何必再花时间 演出吕布很强 嗯 可是 在电影面是必要的 因为这角色是一个铺陈 就算他是一个历史人物 你可是 每一个IP权射版本都不一样 对 现在有很多 吕布有好多人演过吕布 然后动漫里面 有出过超过不同的两幕 我觉得 他们其实都 都还是花了一定的篇幅 去塑造这个角色 为什么的威胁感 即使可能就一两幕 可是我觉得 那是必要的操作 嗯 就是你还是要在 电影面先让观众认知好 每个角色 然后他干过什么事情 然后再开始讲故事 而不是都是仰赖于观众 对于自己这个 IP的认知 然后来塑造这个故事 不过 我 我必须说啦 就是 里面 这是我蛮喜欢的 呃 几个桥段 也是吕布这样子 因为其实 我很喜欢的是那个吕布 在追逐 曹操的那一段这样 那其实拍的蛮有追出杆的 我觉得那部还不错 对我就觉得说 他让我有点像是说 你知道 在打三国无双的时候 你一开始那个等 还没有练 练满的时候 你很怕吕布追你 对你就会怕会打死 对 尤其是在 虎牢关之翼的那个关卡 就是说 如果你不小心把 貂蟬干掉 然后吕布会爆气 然后他就会像那个 那个杰森一样 然后 然后他会跟 拿着他的那个 帮天话琪在后面追你 而且他 跑得很慢 可是 可是他就是追得到你这样子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他在追曹操的那一段 其实 蛮有压迫感的这样 可是他最后面是怎么收尾 他是用一个 鱼公移山之术 嗯 然后 啊 那个山崩地灭 然后 那个 曹操就 跌下去了这样 就很瞎啊 就是说 如果他 让我们看到说 这个 诶 那个吕布 惹不了 惹不起 然后或是说 最后面他来一个 这个 这个他为了要追曹操 然后 然后这个杀红而言 然后很 很恐怖这样子 诶 我觉得或许还 还有一种 就是威胁感 可是到最后面 你就会觉得说 呃 曹操这样子逃 也可以逃得了 对 就是 他其实也没干嘛 然后他也没有继续追上去啊 或是说他发狂 啊 找不到啊 之类的这样子 就是 他的已经这种霸气感 或是那种 愤怒啊 一个 一个 一个喜气方刚的一个人 呃 我觉得好像也看不到 就是他就一直没有怎么讲话 然后 在那边 在那边 邪笑 然后 然后那个 他使出他的招数的时候 就会很习惯的 把房间话题 放在他脖子后面 去 去凹他 嗯 我就不懂他 这样子 这个 这个能够塑造 这个 这个 吕布这个角色 什么样的一个 样子 我觉得其实蛮可惜的 然后 这个是我刚刚说的 这个我蛮 蛮喜欢的一个桥段 就是树林啊 然后或是在那个城内 两个人骑马 互相追逐那一段 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 我蛮喜欢的一点 就是 呃 我还蛮喜欢 十八路 英雄好汉 在 英雄台的那一段对话 这样子 哦对 就是 我觉得那段对话 其实 他 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 就是说 我觉得导演的功力 其实还是 有基本盘在 就是他在 他在 营造一些人物的 呃 关系的时候 其实在那个场景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各个彼此 呃 这个角色跟角色之间 是盘算着什么样 自己的一个 乳印算盘 对因为 大家都是 呃因为 被袁绍的号召 然后聚在英雄台 嗯啊 可是在这个英雄台的这个聚集的过程 他还是会看你的阶级 哦 他其实也是呈现的就是当时这个汉朝末年 为什么大家就是 哎这个好像大家都没有很想要去这个为了朝廷 为了这个大汉 啊 来做一份心力啊 很多都是因为各怀鬼胎嘛 对然后呢 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呃 袁绍他虽然就是号召力很强 可是这几个人在底下还是会有一些小动作 只是想要来趁热度的 然后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曹操他很狂 然后还有就是刘备张飞关羽这三个人的 哦就是有被骑士这样子 我觉得在那个场景里面啊 哦再到就是去展画熊这一段 我觉得在那个气氛的营造上面 或是角色的塑造上面 哎其实他可以的啊 其实他可以的啊 然后结果到最后面就是 哎展了一个画熊之后 然后到了虎牢关或是试水关这样子 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像又偏走了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是超级可惜 就是说就是呃 套一句上一次直播的时候 那个老A讲的话 他就说这部片 你不能称赞他超过三秒这样 哈哈哈哈 就你一称赞他 哦为什么哎呀好像真的好像变了蛮好看的时候呢 哎他又突然 就忍掉了 他又突然掉下去了这样 对 对啊 尤其是我觉得三音战女部那边 超出戏 我超讨厌那段 那时候我看得出来他 很想要在最后面搞一个大高潮 那段是我整部电影里面最想快转的地方 我觉得超无聊 我真的觉得超无聊 我反而觉得在前面什么辨证啊 然后有那个阵型 你在打那个团体战的时候我觉得还 还好看一点 还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结果 哎 这个四个碰头之后就 啊一圈就毁了 对 尤其是那个 关羽爆衣 哈哈哈哈 我真的什么可爱 我在干什么 吓到你知道吗 就是我一开始还觉得说 好啦我 我尽量不去看韩庚的眼影哦 我尽量也不去看那一撮这个 呃少的可怜的 这个胡子 或是他销售的脸 或是他的那个脸比那个帽子还要小 这件事情哦 只是我已经尽量不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结果他最后面给我来个爆衣 然后他特写他 他很壮没错 他有肌肉之类的 可是就 我觉得这段我不喜欢 就是你没你没那个本钱你为什么要 你要挑战那个东西嘛 你就快快继续打下去就对了 就是 你你可以你可以比如说那个当下那个盔甲马上升级 对不对你像甘道夫他可以从灰袍变白袍 他可以盔甲升级或是他那个什么 那个无双集满的 然后他开始有那个 哎然后什么什么招数出来 我觉得都比你爆衣还要好处理吧 对啊所以我就 我天哪我真的是那一段 真的是我看到 整个超级大出息 那我真的不行了 那后面我为什么到一开始我会觉得还行 那最后一段直接把那个分数 原本还有三四分直接降到两分 对啊 然后那段我直接傻眼 我就觉得这段怎么可以这么无聊 无聊到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在看什么 对 我觉得他打戏到后面 其实我影评有写嘛 就是他他 他里面的打戏其实比文系我还要想要跳过 嗯 我在看打戏的时候我真的很快转 然后看文系的时候反而会想要耐心把它看完 其实文系的部分 我觉得他其实处理的意外的蛮好的 对 尤其是我 我另外一个还蛮喜欢的一个点是 我觉得曹操的早期的那个故事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他遇到遇到那个女摩瑟 嗯 就是他的那个属父嘛 然后 然后不小心杀了他全家 那段我觉得超棒 那段到之前的曹操 我都觉得 对 铺的蛮有人 蛮有感觉 就是他其实铺的蛮立体的啊 就是说哎曹操为什么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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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血方刚的一个年轻人到最后面哎他很猜疑他身旁的这些人然后不信任然后到最后面变成是一个哇这个这个我可以辜负全下全天下的人然后全不能有人辜负我这样子那种很狂的一个霸主这样子我觉得那种那种铺成的那个过程其实是还不错的 尤其是他的手法哦他是他是那个三个三兄弟然后他们到那个女神前面然后跟女神对话出来然后回忆的嘛所以在这个两条故事线的铺层上面他用这样的方式哎其实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呃怎么讲就是节省时间哦在这段时间之中呢呃好好的把另外一个人物给交代出来然后到最后面哎他们在英雄台遇到嗯对啊这样其实 就是严格来说我觉得他铺的还不错对可是真的就是称赞不过五秒嘛对对啊他后面就变得很平淡对啊结果我反而觉得说这部片我蛮喜欢的角色就是其实是草草哎对整体而言对这个就是我没有很喜欢那个演员的演法嗯因为我觉得他也还是有一点面谈嗯但是那个故事的塑造我还蛮喜欢的对就是他那一段嘛 刚刚误杀那段我觉得就是有有有那个光那一段就诠释出了他为什么他下定决心心很手辣嗯然后那个那个就是你去看到这个角色的转变就是那个转折点为什么他后面会变成我们未来可能熟制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在这一次交代的其实确实蛮好的然后也是有吸引我的点啊啊我知道这部片我觉得谁演最好了啊我觉得董卓演最好了林雪他跟他投胎来的啊对啊他演的超好 开始那个在骑马一打上那段我也觉得他演的不差对就知道他演出他的那个霸气感然后他那种旁大然后有点壮硕的那种身材那种然后到后面那种狂妄我就觉得他演的真的是蛮有这个角色的感觉对他唯一让我出气的就是他会用去刀柄去搓人家肚子同不同意干嘛你同意什么啦问我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就让我approve吗没有啊同意什么东西啊对啊就就就那段让我小出戏那其他的我觉得都还不错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哎反而这些配角或是这些自身元演出的还ok哦像像我刚说那个吕伯奢他就是那个那个唐三丈嘛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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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那个谁呃罗佳音对啊就是他其实演的也不错啊因为他可以一下子演就是在那个曹操的那个幻想之中是哎有一种阴险的好像叫去通风报信 而且我看到曹操的時候呢 欸這個 欸我買酒回來啦 喝完再走啊 喝完再走 然後或是聽到他 全家人被他殺的時候 然後就崩潰之類 我覺得其實這些配角的角色 還不錯喔 而且我反而是 這個 大家批評最嚴重的就是 關羽嘛 關羽 韓庚嘛 然後 這個 楊又寧 楊又寧 我不能說他演得很糟 因為他的篇幅其實也 不算多 對 然後他 他有一段跟曹操那段 雖然我那段我沒有很喜歡啦 呃 就兩個人在那邊 在那邊 I have the high ground 對 突然飛來飛去 我就覺得啊 有點無聊 對 可是那也好像也是 劇本本身的問題 就你真的要 你真的要我 評楊又寧這次的演法 我真的也沒什麼好評 因為他其實沒有什麼展現空間 那跟附身犯比起來 附身犯還比較有挑戰性 就是附身犯的那個角色 變化很大 可是在這一次裡面 他演劉備就會讓 覺得是說 因為應該是這樣講 我覺得大家對劉備的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就是 很溫文如雅 很多事情就是以和為貴 這樣的感覺這樣 對 可是他在這一次可能 比如說要 要壓壓制住這個很衝動的2D跟3D這樣子 然後或是 這個 他這次比較多的整理就是 不要衝動 對 不要衝動 那個什麼 你們誰把現在官兵殺了 我就不回去 我就不走什麼的 就前面那段 對啊 可是我覺得 就是他的點都是在 配合別人 對 他沒有什麼自己展現自己的 可能霸氣或自己的一些 那些未來的理想化的那種 那種 談話 嗯 真的很難看出這個角色的野心 你看他出來這個角色 其實蠻細心的 就是他可能就是會擔心一些事情 他的細心也可以看到 可是他對於未來有哪一些的展望嗎 或是他到底有什麼企圖心 可是這點是比較少去描繪到的 對啊 我就覺得楊肉琳其實這次蠻可惜的 蠻可惜的 可是我覺得這是很明顯 就是要捧 關羽這個角色 因為說他的 故事整個 故事整個定調就是要給關羽跟呂布 就 然後曹操後面偏少了 韓庚的 後台很硬 這不用太意外 王愷 也看得出來就是 我覺得中國大陸他們想要捧這兩個人 就是王愷跟韓庚嘛 對啊 對啊 然後古天樂就是來 就是來壓 壓場子這樣子 對 就是一個賣點 就是如果你們沒有很喜歡 韓庚 跟王愷 開始我們有古天樂 這個你應該會喜歡 然後搖後面就是 你看搖後面有台灣演員 就是台灣人也可以看一下 對我懂 就大概看得出來他那個選角色怎麼配 但是選得非常糟糕 我很不喜歡這種位要捧人 然後演那個角色就非常不適合 對啊 然後反而我覺得張飛就超級可惜了 就是三個兄弟站在一起 然後張飛就很容易被切掉 我到現在還想不起來張飛到底長怎樣 張飛就是你那個肚子啊 我覺得懷疑說 他是不是特殊化妝那個肚子不能搖晃啊 所以人做的事情太少 對啊 之類的 可是他又可以在那個 虎牢關前面的那個 陣型戰 戰鬥的地方的時候 又可以有很多表現 對不對 他其實 你要好好處理是可以處理的好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世人對於 一般觀眾對於張飛沒什麼 大家講到 大家講到三國想要 我們會屬什麼 屬於想要劉備嘛 可是想要劉備之後你會想到什麼 關羽嘛 關羽本身就是很有名 但真的要談到張飛 大家就是要 臉黑的 然後看起來感覺會很胖 就這樣而已 更沒有其他影響 不過吳國這幾個人的角色 其實也很少出現 這個也是蠻可惜的 對 孫堅那部分 孫堅那部分我覺得還好啊 就是按照故事來講 他們本來就會到 應該到之後三國鼎鼎出來的時候 才會慢慢提到孫堅他們 在東看末年他們的戲份 本來就是偏少一點 是沒錯啦 所以好啦 我是覺得就是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有很多經典的橋段 經典的這個 在三國影音裡面幾個 經典的故事這樣子 在這部片裡面其實都有聊到 可是就是很破碎 斷裂這樣子 因為像是他們選了幾個 大家比較熟知的經典橋段 然後來拼湊成一個 真三國無雙的電影 就是你可以看出來幾個是經典 可是他們連貫性沒有那麼強 就是一趴一趴出來 你就會覺得說 我看的出很多很經典 但是 我很難搞清楚下一個電影 他這個這一幕演完 下一幕要接什麼 有時候他下一幕會跳很跳得痛 所以在前面的時候我會 一直沒辦法抓清楚 所以這部電影的你的主軸 視角是誰 因為我知道大部分的 雖然三國是三個不同國家 然後而且 也沒有一個主要的主角到底是誰 而是比較像是在描繪當時那個 大勝框的那個時代 每個國家之間的關係 可是以一個電影來說 還是要有一個出發點 就是你要可能 for一個角色身上 你要可能就從劉備上去帶這個故事線 或是你要從草草上帶這個故事線 因為沒有一個主要的觀眾視角 去進入這個故事的話 我覺得觀眾很難去進入這個世界 因為有時候你跳一跳去 觀眾沒辦法充分了解任何一個人的話 那觀眾根本不會想要投射 把自己投射到任何一個人身上 對啊 我覺得這是他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樣子 要不然 揪一口來聊一下就是 你覺得有哪些你覺得 欸還不錯的地方 其實一開始那個什麼 就是張角那段 你說好神托嗎 那就是那個一堆 一堆僵屍那個嘛 活屍大軍啊 天啊我覺得這活屍大軍 這個 超讓我超出戲的 可是那我 我看到這段時候 我馬上想到的事情是因為 其實張角的太平道嘛 那太平道其實在 因為說某些人會稱太平道為邪教 嗯 然後我看到這段的時候 我想說他應該是 因為這點 所以才把張角搞得跟 可以召喚僵屍一樣 就是有 就是有一些網路上 就算是 人家腦補的東西 就算啊 張角他的 他就是邪教啊 然後可以什麼召喚 牛鬼蛇神 然後他說 你這個一定是超 你這個這段一定是 看到這個資料才做這一段 嗯 所以剛剛其實我還蠻驚喜說 欸 你竟然會用這個東西 可是就會覺得 OK 我看原來說他的調性應該會是這樣 就是非常浮誇 然後非常扯 但後面他就整個收起來 所以我覺得就很 很不一致 很多人看到這段就關了啦 很多人看到 一堆殭屍爬起來之後 就關掉了 哈哈哈哈 但其實這種東西 也不是第一次出現在 嗯 三國裡面 因為其實三國裡面 也有用過類似的事情 就是 台灣拍的 終極三國裡面 也有用過類似概念的東西 所以 其實 對於他會變成殭屍這樣 我沒有很care 然後反而我自己會覺得 還蠻酷的就是 你竟然用了 大家對於 雖然這是一個不是正確的資訊 就是 他是邪教這件事情 可是你竟然用了這個點 來 improve這個角色 讓他變得很有魅力 我覺得好這點我可以接受 雖然大家很 很不能支持這個論點 但我自己是蠻喜歡這一段 嗯 至少還有讓我感覺到 你感覺是要搞事情 你不是要拍一個 簡簡單單的故事 你想要搞得很浮誇 嗯 我覺得ok啊 你要做娛樂片搞很浮誇 就是ok我可以接受 但是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後面就沒有 銜接到前面他那個 那個氣勢感 後面就是反而弱掉很多 對 所以這個其實蠻讓我好奇 就是說 那他 他會拍第二集嗎 我覺得不一定欸 因為 我覺得他票房表現沒有到非常優秀 對不對 我覺得一方面也是疫情的關係 對啊 我覺得疫情的關係是一部分 可是我聽說Netflix 是又蠻高價買下來 他的播放權 對 所以不知道那個金額有沒有夠補 對 我只好奇那個部分啊 因為如果金額夠補 我相信他們可以拍續集 可是我覺得會拍欸 因為他討論度有 其實雖然你說他招沒錯 但他有討論度 你說他沒有討論度 他現在討論成這樣 就是網路上每個人都在講他 就是評論他 所以我覺得他 至少他有做討論度出來 那至於 你要不要繼續拍下去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是有錢 可以繼續拍下去 只是你想我想要讀一把 就是後面會不會好一點 或是 你到底要不要硬的頭皮繼續幹 我蠻希望他繼續拍下去的 因為他後面還是留伏筆啊 像我們剛剛說的 呂布這角色很明顯 還有很多演展空間 而且應該是這樣講 我覺得身三國無雙 蠻多人在玩遊戲的時候 應該也蠻期待的是 女角的部分吧 對啊 對啊 女角的選角 搞不好會變成這個 所以我覺得第二集如果多一點女角的話 或許可以把這個 腸子救回來 我就可以把腸子 我說真的喔 你認真搞打洞 對 比如說你認真去選一些 就是 真的可以打的 比如說孫上香這個角色 對 真的去選一個就是 孫上香要選很漂亮 可以讓他有發揮的一個人物這樣子 然後甚至是 比如說大橋小橋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定是一個話題 一定是話題 對 然後再來嘛 再來還有誰 什麼心才 如果你真的要用的話 對不對 張飛有一個女兒 對啊 心才 我覺得這OK的啊 對啊 很多東西 女角很多三國 正三國之王很多東西角色可以拿用 超級多 而且 你隨便放 就算你不全放 你下一集加個兩個 你光把大橋小橋拉進來 跟你講 玄角選得好一定活 再來就 要不然就是那個啊 孟霍啊 啊 他們那邊的那個 那個誰 啊 祝容嗎 對啊 祝容也可以啊 太多可以選了啦 我覺得女角或許 在第二集裡面 可以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所以是 試著把女角的比例調多一點點 對 而且我覺得這一次女角 就貂殘一個嘛 嗯 她也沒有太多展現空間啊 所以我覺得比較可惜 如果你可以讓女角有點發揮空間 刷一下自己的技能的話 我覺得 整體來說應該會更好看一點 至少多遠 多樣化一點 因為現在這一 很明顯的是 男角的部分 就都長得差不多 嗯 就除了每個人屬性不同 有人會用火 有人會用電之外 沒什麼太大差異 哈哈哈哈 搞得在看皮卡 看七寶貝一樣 每個屬性不同在這邊打 我覺得 就是前面看不會膩 可是到後面就是 已經習慣的感覺之後 就真的很難嗨起來 嗯 對所以這個是 呃 我們大概針對這次 的劇情做了一些評論 看我們這樣子聊聊聊 聊到最後裡面 你不覺得這很沒有重點嗎 反正覺得我們聊得很跳通 那就是跟這部電影 因為這部片 我們在校房這部電影的拍法 也是很跳通 對很跳通啊 對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們這一次所討論的 真三國無雙這部 奇幻大作 對 那 我們都進入到我們最後一個環節 不得不面對的 就是 推薦 或退薦的部分 好啦 是推薦嗎 我是推薦吧 你會退啊 退啊 就是說如果 如果有人說欸 我想看 不要看吧 就不要看了 不是啊我真的覺得 這是 我推薦他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是娛樂大片 然後他卻不能娛樂的人 那我為什麼要去看他 OK 我的第一場就是這裡 就是今天不管他 他到底拍的多爛 但他是娛樂大片 你就是要娛樂到觀眾嘛 如果你連 你自己要做的事情都做不到 我真的很難幫你去 推薦給別人 因為之前可能 我們之前聊很多作品 可能或許我沒有人喜歡 但是 我可以看得出來 他有一些點是 值得大家去看的 那這部作品 你真的要問我說 他有一些不錯的點 但不錯的點是因為 他其他地方做的很爛 所以我覺得那邊不錯 所以你說 好跟壞是比較出來 對啊就是 大家會說文系很好 但是你拿這邊的文系去 硬去比其他 做的更完整的三個 相關的電影的話 你會覺得這文系就弱很多 你會覺得他好 是因為 這部作品在打鬥上面 你就看得不開心 所以你才會覺得 他的文系看起來不錯 所以我會覺得 你真的要去評拿 你這樣把這部作品 開始去跟其他人比之後 這部作品還是有很多地方不足啦 你真的要我推薦這部作品 我很難去推薦 但是你想看的話 還是歡迎去試試看 我換個方式問好了 Jerico你覺得到目前為止 你看過最好的三國題材 不管是什麼啦 遊戲也可以 就是你覺得最好是哪一個 三國題材的作品 對對對 我覺得赤壁就是算是最 最能讓大家去適應的東西了吧 可是赤壁那個時候 也是被大家罵犯啊 可是算 你知道赤壁就是一個 大家會想去罵他 三木石又有 鴿子出現這樣 哈哈哈哈 反正在美軍 然後 金城武非常帥的諸葛亮 對非常帥的諸葛亮 略懂月董 你看 他是一個 大家會把他罵很煩 那假如說他的票感表現不差 但是他有特色 他有特色 而且大家會說 略懂略懂啊什麼的 大家提到三國電影的時候會想到什麼 赤壁 一定會想到他 對 然後我覺得他做到就是 他是他也把規模做得很大 你真的說他要搞什麼很 非常的深奧的三國電影嗎 沒有 他其實就是要 重現赤壁之戰 對 那我覺得他赤壁很明顯 就是有讓觀眾 去想要看這個系列 他的出發點他有達到 我覺得以一個娛樂大眾的片子來講 至少 因為他叫赤壁 所以他把那個赤壁之戰這件事情 描繪得很完整 對啊 至少很完整嘛 對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拿今天 拿這個三國五層去跟其他 可能不是要做成娛樂大片的片比的話 我覺得就不一樣 因為像關雲商 他做的類型就不一樣 我覺得我們以一個娛樂大片 他目的是要讓大多數觀眾來看的話 那我覺得赤壁 他跟他的出發點有點類似 只是他們走的是不同風格 他們一個是走的是比較誇張 比較 就是玩遊戲部分的風格 一個四周比較正經描繪歷史的部分 那我覺得他們兩個都有自己的客群 那 他們兩個確實都有 有嘗試要抓住自己的客群 那很明顯是赤壁抓的比較多嘛 嗯 然後這三國五層很明顯是 他在遊戲客群上面 就沒有抓到認真 因為有一些 我有玩遊戲的朋友 因為我自己也有玩 然後一些遊戲朋友 他們其實也對這部作品沒有很大的興趣 嗯 大家只是看起來就很像一個鬧局 他們連想看都不想看 我了解 所以我就 所以你就知道 這部作品在出發點上面就錯了嗎 我自己會這樣想 了解 好啦我自己 就是 也 其實我覺得 我不會 推薦 嗯 對 真正我也不推 就是 有人說 欸這部片我想看 我會覺得 我反而會是覺得說 欸你趕快去看 然後跟我討論一下 因為我很蠻想要知道說 一般人 就其他人對於他看 對我蠻想要知道說 這個大數據 底下就是 真的是每個人 每看必罵嗎 都討厭嗎 我我會蠻期待找到一個就是說 其實不差啦 我喜歡的 我很喜歡他那種 有 就是 有人有留言啊 隆隆隆就有留言給我就說 他其實很喜歡 嗯 那我就會很好奇就是說 欸為什麼他喜歡 或是 或是 這個 我覺得可以我們來多交流這樣子 我覺得蠻好奇他為什麼會喜歡 我覺得這件事很正常 因為我相信 每個作品都會自己喜歡 因為 我也看過有人說 把真正三個無窗 當成喜劇來看 他很喜歡 那其實他出發點也沒有錯 他把他當喜劇 然後他很喜歡 我覺得這也是沒有任何問題 他也達到他的目的 對我覺得就是每個人的出發點不同 但只是以我的出發點來說 我比較不會推薦 我懂我懂 對啊 所以其實 我不倒推薦欸 我反而就是覺得說 這種片 欸 就是你的反應是什麼 這個是我比較想知道的 對我也蠻好奇就是 對 如果你真的看了 那我也蠻好奇你的想法 就是 畢竟 一個東西越激 目前看起來風向越激 對的話我就會想要知道 到底有沒有站在逆風的人 對 的存在 對 就想好奇是哪個俑者 就是這個 我想看一下就不同人的想法 對啊 那如果硬要 講的話 像剛剛Jericho講到說 赤壁啊 嗯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都很喜歡 把赤壁這部片拿出來聊 我覺得很大一個重點就是 我覺得至少 吳宇生他很懂得自己在幹什麼 對 我覺得很蠻 蠻大一部分就是說 曾經 吳宇生自己有講過說 你在拍任何一個動作戲的時候呢 你還是要去塞一點點 小細節的東西 對 像我覺得很明顯就是說 他在赤壁第一集的時候啊 他蠻大一部分的比例都是在描述說 劉備 他這個被追殺嘛 逃亡的過程中 然後 這個流纏丟掉了這樣子 然後 要派 他手下的這個趙雲 然後去救少主這樣子 單槍匹馬去救少主 所以就展現了就是 這個 呃 趙雲他被圍困的過程之中 然後還可以 呃 這麼的武功高強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 在吳宇生的這個動作戲裡面 他的編排啊 其實有很多細節可以去探究的 可是這部片他相較之下就是比較 沒有那麼的細緻 我覺得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差別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常常會舉赤壁啦 或是我自己個人很喜歡那個 三國的電視劇 嗯 三國 三國有很多電視劇啦 有很多啦 對但是我很喜歡就是那個 陳建兵他演 很潮潮的那個版本對 我很喜歡那一部 因為 啊我我我記得我那時候當兵的時候 每天晚上都在看 啊就是 剛好可以度過這個我當兵的那個 無聊日子 然後剛好他又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 一個 很有品質的一個電視劇 就是為什麼這些電視劇啊 為什麼這些作品啊 都會 這麼受人 呃這個喜愛 因為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的人物刻畫啊對不對 然後他的一些細節啊 或是他對於這個 歷史上的一個解釋 他怎麼樣去說這個故事 我覺得每個人說出來的方式 都不太一樣 這個就是我覺得 呃三國為什麼 這個可以一直流傳千 千古世紀這樣子 然後不同 不同時期就有不同的一個 新的詮詮 然後甚至是日本 他們也出了一個什麼 新解釋啊 對不對我覺得這個就是 三國迷人之處啊 就是不同的人 怎麼看這個歷史 這個各路英雄好漢都出現 這樣我覺得這個都是 呃大家可以去觀察的部分 這樣子 所以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跟你評電影啊 不知道大家怎麼想呢 都歡迎在留言區的話留言 或是在首播的時候 來跟我們做討論互動啦 那我們下一次的跟你評電影再見啊 拜拜 拜拜